110年春季长青歌唱锦标赛活动 4号的上午是在花莲县老人会热闹的举办 集结了花莲县、花莲市以及吉安乡老人会 将近百位的长辈 其中还有95岁的长者一同来参与 老大人们各自盛装的打扮 以国台课和日语轮番的活力献唱 根据国外研究发现 能让寿命延长最久的首选就是唱歌 由花莲县老人会举办的 110年春季长青歌唱锦标赛活动 4日上午热闹举行 包含花莲县老人会、花莲市老人会 以及吉安乡老人会近百位的老大人出席 以国台课语以及日语横翻献唱 这首歌我准备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觉得这首歌很复活我的心情 我就特别喜欢 我就是喜欢唱歌 有歌唱的活动我都会参加 我们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花莲县长洗成会 给我们那么好的场地 花莲县老人会馆 然后我们因为这次的活动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卫家院议员的赞助 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说 要让老人家能够唱歌 因为现在目前是唱歌是长寿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邀请了花莲市老人会 还有吉安乡老人会 大家来共襄盛举 最主要是要让老人家 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然后唱歌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举办这种活动 包含县议员魏家燕、徐梓芳等人都出席给予鼓励 其中最年长者的李江尊香 今年已经95岁 同样身装打扮出席现唱国语歌曲 李市长表示 歌唱比赛人人有奖不分明一次 主要是希望能够彼此交流活动感情 让长辈们健康快乐 借着蒋帮野华莲市报导